今天是12月41号 我戒烟的第五天开始了 昨天嘛 到睡觉前都会顺利 但是昨天睡觉的时候非常不顺 就是睡着了 倒是挺快的 睡着之后你就是做梦 做了好多好多的梦 然后醒了好几回 然后就是做梦 睡眠质量一点不好 就看我这脸上都瞧不住 就是好几天了我睡眠 这最近几天我睡眠都可好了 就昨天突然间睡眠又不好了 而且昨天睡觉前呢 我还喝了点酒 就是从前天开始就是 我有点受不了了嘛 就喝点酒我感觉能缓解缓解抽烟 你这个那啥 我现在呀吃完早饭了 正在厕所里便面 今天呢基本上已经不想抽烟了 便面的时候已经不想抽了 但是呢一提眼呢我还是会流口水 还是和前些天一样 这流口水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而且现在我的皮肤特别差啊 满脸都爆皮了 就这这都爆皮了啊 这两边都爆皮了 可能是由于这个情绪影响呢 反正就是脸爆皮了 刚刚啊学了一些 关于戒痒的一些指示啊 我看网上说那个 就是七天左右啊 是一个坎 七到十四天左右吧 可能是一个坎 就这阶段是最难的 我现在已经挺到第五天了 再挺两天就七天了 对不 估计这个坎咱就过了啊 我感觉今天的状态还行 嗯我感觉和昨天差不太多 但是流口水这个问题啊 一直都存在 而且死终都无法解决 我只有呢啊 一流口水我就喝水呀 或者吃喝点瓜子啥的啊 但是我不能多吃 因为最近体重在猛涨啊 所以说都得控制挺难的 现在呢已经是十二点四十了啊 我刚吃完午饭 然后刚才我又搁家屋里坐着 和你歇一会儿啊 因为干了一上午就活了 吃饱喝足了 和你坐着歇一会儿 一坐下啊 我脑子里就涌现出了很多的念头啊 就总想去偷偷的凑上一根啊 就和你我一会儿下楼买点啊 谁也不知道 我就凑一根我也不多凑 就是越坐着这个欲望越强 所以说我又赶紧下楼啊 然后我决定这个 各楼下走一走 呼吸呼吸吸氧空气 把这种欲望啊打消掉 这要出来溜达了一圈 这口水啊死不住的流啊 然后我现在才发现就是满大街啊 就每隔个一百来米就有一个卖鸭尼 不是卖鸭尼小卖店啊 就是小超市啊 要不然就是专门卖鸭酒什么糖茶的那种店 太多了啊 不行我怕我自己忍不住就冲进去买了 我赶紧回家吧还是 我现在呀吃完晚饭了 现在已经是十七点半了 五点半了啊 然后哎呀就是在我下午运动的时候 还有吃晚饭的时候 一点都没想抽烟 一吃完饭这口水不停的流啊 就特别的想抽烟 没办法我只有喝点那个甜的水啊 就缓解一下抽烟的欲望 我发现就不能闲下来 一闲下来那种抽烟的欲望 特别特别强烈啊 哎呀加油加油 现在是晚上几点 现在是晚上十点了啊 二十一点五十九 我正在直播 但是我关键就不想播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也不知道是因为挣钱太少的原因 反正今天挺可怜的哦 播了俩小时的时候 才挣了十多块钱 就心态都是又蹦了 哎呀就这样吧 就刚才直播的时候 我在特别的暴躁哦 就刚才包括上面我说那段话 就是我在锁的时候已经激动的不行了啊 然后我下楼呢 买了一些这个烤串啊 嗯入点串 在小串一吃啊弄点小酒 哎呀一喝 心情都是就平复了啊 刚才我都想我去一趟娘子了啊 不管不误了 我买一条呀 今天晚上全抽了 然后到炒事之后呢 我还是忍住了 买了一瓶酒 没买一样 加油加油 哎呀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了啊 我向大家宣布 第五天戒烟成功 但是我现在很难受 哈拉这 滑滑的流 虽然喝了得有差点一斤白酒 但哈拉这还是在流啊 滑滑的呀 所以啊 我奉劝就是说 特别是小朋友们啊 千万别抽烟 千万别抽烟啊 就是这压那东西 不好 相当不好了